另外呢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们青年局 本期其实最关心的是今年高雄的青年咨询委员会 也随着青年局的业务上轨道再度重启 这是非常多的高雄的青年都关注的议题 也有许多的议员也在关心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市长的罢免案的时间 也越来越近了 网络上可以说是有非常多抹黑市府的一些政策的假新闻在冲刺 本期就是看到脸书上有针对我们高雄青年咨询会的消息 说我们本府团队只是收割前朝的政绩 然后没有新把戏 并且呢用了许多是是而非的抹黑的话语 但据我所知这张图上有很多的资讯是错误的 我相信局长你有看到吗 我们青年局长有看到对不对 那本席可以提一下这个青年委员会重启的这个渊源 我想应该都知道 是过去的市府团队搁置了青年委员会 大概有十年 这青年委员会的条例有十几年搁置了 后来有一个年轻人跑来找我 找本席 说希望我能够协助督促我们市府 能够成立高雄市的青年咨询委员会 我在三个议会的会期上我向陈局市长争取 才重新启用 因此呢之前虽然有条例 可是却完全没有运作 所以在本席呢 接近这个改选时间也发现 为了赶在改选之前 确实也成立了一个青年事务委员会 而且还征选 那实际的运作上很明显的 有非常多的这个思考不周率的地方 而且后来新市府团队上任以后 青年局成立了 才重新的这个启用 并且调整制度 所以在运作的制度上 我们应该跟过往 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青年局长 你可以回应一下 我们新的青年事务委员会 到底有哪一些 针对过去一些改善的部分 而且本席也认为 有做的事情就是有做 然后那我们也不能 明明白白的被人家抹黑 所以呢被质疑我们的成果 而且呢尤其是 这种不经查证的一些讯息 市府团队呢 也应该硬起来要去回应 不要看了就让人家这样子抹黑 所以最后本席想关注的 也是青年局的这个政策 那么今年度的青年局 推出了很多帮助青创 还有青年旅游的一些项目 也是我们韩市长当初承诺 要带给我们高雄青年的证件 可是今年刚好遇到了 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情形 很多产业都受到了影响 所以国际交流也因此而封闭 所以青年局今年有推出 青年局国际交流补助的政策 那么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 是否推动上有没有受到影响 另外专家也曾经指出 国际间的正常交流 可能至少要到明年度的下半年 才会开始启动 那么青年国际交流 也是我们青年局非常重要的业务 我想身为局长的您 是不是会影响到今年 甚至明年你们青年局的计划 的执行 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你会用什么样的 这个替代的方案 来因应我们现行的 国际交流上的困难 所以以上呢 本席长请教我们局长的问题 请你做答复 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同意员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可以对于 先对青年咨询委员会 我来先做个说明 那是没错 就是青年咨询委员会 原本是在研考会的辖下 后来移到我们这边 那其实只是这个会移到我们这边 可是我们在制度上 我们做了很大的调整 那包含我们在挑选委员上面 我们其实以前只有苏审 我们现在是苏审 还有加面试 那面试的面试呢 呃 研考会跟我本人是不可以打分数的 其实我们都交友学者 还有包含一些地方的 应该是社团的一些理事长 来帮我们打分数 来挑选最适合的人选进来 那原本的委员数27人里面 其实市府的代表就占了8人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做修剪 我们一直修到3人 并且我们增加了委员数到46人 然后我们将这46人 我们分为四组 分别是创育育成 返乡移居 国际交流 至宫参与 这四个组别 那这四个组别 其实他们 我们现在是 以前是一年开两次会 现在我们增加到一年开四次会 那一年开四次会 其实下次的会议 应该是在6月的时候 但是问题是 其实每一组 每一组的这些组员 其实他们都很认真 那他们大概是一个月 或甚至一个月以内 都会再建一次 因为他们需要在6月大会前 他们要提出新的提案 然后在会议上决议 那就可以 就可以让这些 我们所谓 我跟研考会有提出一些参与式预算 我们就可以用参与式预算 去执行 他们所 他们所的提议 所以 其实在这个整个 整个制度上 其实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对 然后其实每一个委员 他们其实 我都有在他们每一个 分组的群组里面 其实他们都时时刻刻 在跟我们清延局提出一些新的意见 对这点部分 其实我觉得 跟可能跟以前的制度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至于我们的人员挑选 我们这次也有保障原住民 也有新住民 然后还有客家人的部分 都有在我们的委员会里面 所以其实这次 真的是做了很大的改变 跟刚刚看到的 其实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这以上跟议员来做个说明 那另外就于 针对国际交流补助的部分 我们目前只过了一案 是新加坡的 应该是高参所申请的 这个新加坡鸡尾酒的一个 国际的比赛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到9月 那其实这个部分 确实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对所以我们有把 这些国际交流的这笔预算 拿去做一些像社团的补助 社团的一些国内 让社团的 让国内的高中职 或是大学的社团 都可以 都可以来间接的来受益到 就是我们清延局的帮忙 对那目前 预计是可以在下个礼拜 或者下下礼拜就可以来做 针对社团 就是高中职社团 及大学的社团的补助 相关办法 就可以跟大家来说说明 以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